今年清明不一般,有四种人千万不能去扫墓,这是为什么呢?一起来听。 一,年过七十岁不上坟,在农村地区,人们认为七十岁以上的人最好不要去上坟,这是因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,身体各个器官都开始退化,而且身体也越来越差。 如果这个时候去上坟扫墓的话,可能会对他们造成极大的伤害,毕竟老人年纪大了之后,身体就会变得很差,如果这时候还经常去扫墓的话,那么就会让身体变得更加不好了。 2. 女儿 女婿不能上坟,在农村地区,在祭祖的时候,家里都会有女性成员出席,虽然说女性也是可以参与扫墓的,但是却不能跟男性一起去,否则就会被人们认为是重男轻女,不孝,其实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2. 因为在以前,农村地区都是很传统的,有很多人家里都是只生一个女儿,所以很多人认为生女儿就会影响自己家的香火传承。 在这种思想下,很多的家庭就只生了女儿,但是生了女儿之后就不希望他们再嫁人了。 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,如果是男孩子的话,不仅会被人嫌弃,还会被人认为是赔钱货,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的家庭只生一个女孩的话,就不会再去给自己家的祖先扫墓了。 3. 孕妇不能上坟,孕妇是一个特殊的群体,也是不可以去拜祭先人的,虽然现在科学发达了,但孕妇毕竟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 如果在拜祭先人的时候遇到孕妇,很可能会造成流产或者其他一些不好的后果,尤其是孕妇在怀孕期间,身体会变得比较虚弱,再加上上坟会有一定的危险。 所以,孕妇不能去上坟,在清明节当天,大家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扫墓,这样既可以表达对先人的哀思,又可以让全家人一起团聚,其乐融融,但是孕妇最好还是不要去上坟了,因为一旦发生了意外,后果不堪设想,所以在清明上坟时一定要注意。 四,婴孩不能上坟,除了以上四个不能上坟的人,还有一个就是婴孩,因为在以前,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,尤其是一些贫穷的地方, 一般都是一家只有一个孩子,所以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是很重视的,如果有孩子的话,就会把他送到学校去上学,那么如果孩子被父母送到学校去上学的话, 就不能参加清明节上坟扫墓活动,毕竟小孩子还没有成年,他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好,而且小孩子比较贪玩,去上坟的话,很容易发生一些意外, 而且小孩子如果经常被大人带出去扫墓的话,很容易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带回家来,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,因为小孩子抵抗力比较差,很容易受到感染,导致生病, 所以不能带着孩子去扫墓拜祭仙人,那么清明节佩戴什么能抵挡煞气呢? 二、清明佩戴什么除煞气? 因为清明节是祭祀是去亲人和先祖的节日,人们在这天纷纷都会选择去扫墓祭拜,因此也有人认为这天是鬼节,阴气煞气都很重,去祭扫的人身上都会沾染阴邪之物, 所以需要格外注意,那么清明节出门带什么辟邪? 第一个是御时,古人相信,御具有灵性,又有,人养御三年,御养人一生,的说法,民间男女相信,御能养生,护身,定精,避凶,安家,屈邪,令人如意吉祥,平安顺利, 所以,不管是御八卦,御平安顾,御佛守,御佛等,能帮助佩戴者,辟邪化小人,趋吉避凶,比如翡翠,翡翠被人们誉为,御时之王,不仅寓意吉祥美好,还有着很好的养生效果, 而且人们认为,翡翠是有灵性的御时,可以对主人,起到护身宝平安的作用,第二个是灵符,符,种类众多,依其愿之义去,而有各种差别, 而其作用也多,可除恶难,水难,火难,安禅等,辟邪多取护身符,护身之灵符,又作护符,神符,灵符,秘符,及书写佛,菩萨,诸天,鬼神等之形象,种子,真言之复杂,将之置于贴身处,起到辟邪招财的作用, 第三个是大米,至今闽西客家还流传着用大米曲鞋的做法,就是用红纸或红布包住大米,黑豆,茶叶,盐和铜钱,然后放在枕头下面,那么就不会再做噩梦, 当人们出门的时候,可以将米缝在红色的锦囊中,随身携带,起到辟邪的效果,第四个是狗牙,狗牙可以辟邪, 算是历史悠久的一种说法,民间认为,狗在夜间一直狂吠,肯定是看到人肉眼,看不见的东西, 但狗能保身而退,又有话说,狗凶鹿牙鬼怕七分,所以狗牙具有辟邪作用, 民间有把狗牙钻个小口,然后用红绳穿上,做成项链或者脚链佩戴的风俗, 认为这方法用来辟邪还是很好用的,第五个是银式,他们有杀菌消毒的功效, 而且颜色清淡低调,不会过于抢眼,除此之外,它还有着银防止经济, 除邪气的作用,在清明扫墓之时佩戴,既不会不合时宜,也不会对自己造成影响, 第六个是紫檀,自古就有,神木,之称,经常被用来做佛珠的材料, 后来才慢慢演变为文丸饰品,长期佩戴紫檀,也可避邪保平安。 三,扫墓结束后,这几件事千万不要做,扫墓祭拜祖先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, 有几件事千万不能做,不然就会遭受到墓地旁边的阴气,很容易影响自己的气韵。 其一,不要在墓地拍照留念,扫墓仪式结束后,切记不能在墓地拍照,有些家庭。 兄弟姐们平时难得一句,好不容易赶上清明节,大家一起去扫墓, 结束后不留个纪念,总感觉有些遗憾,于是就在墓地集体拍照留念, 还说这回家人总算凑齐了,其实扫墓祭祖本身是件很严肃的事情, 家属在墓地拍照留念,不仅是对故人的不敬,而且拍照时的光影效果还会破坏墓地的磁场, 进而会影响到墓地风水,因此不建议在墓地拍照留念。 其二,不叨扰他人祭祖。 众所周知,墓地是公共场所,尤其清明期间,前来扫墓祭祖的人比较多, 家属扫墓完毕后,可以悄悄地离开,不要在公众场所大声喧哗, 以免影响个人在公众中的形象,更不要到别人的墓区驻足观望, 平头论足,叨扰他人祭祖。 其三,不要在墓地摆放新的物件或种植小树木。 有些子女为了表达孝心,每年都会在墓地摆放新的物件或种植些小松树。 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对亲人的感恩怀念。 子女有表达孝心的诚心固然可嘉, 在墓地摆放饰品或种植树木也不是不可以。 关键在于这些摆件或小树木会不会影响到墓地现有的风水。 如果一块墓地原本有良好的风水或山头, 但是子女出于孝心,在坟前摆放了某些物件或种植了某些小树把原本的生气给遮挡了。 这种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。 其四,回家后不要立即抱孩子。 众所周知,墓地阴气比较重,家属扫墓结束后, 可以先去人多的超市或广场转转, 以减弱沉痛悼念带来的不良情绪, 消除周身各类不好的气息, 平时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或胆子小, 身体弱的人,回家后不要立即抱孩子, 要先洗洗澡,换换衣服, 清理一下鞋子后,再去和孩子有亲密接触, 这样可以避免把不干净的东西带回家, 进而吓着孩子。 四,扫墓后一定要做的事, 其次扫墓结束之后, 除了上述不能做的事情之外, 这几件事一定要做, 因为可以帮助你积累好运, 让你去除身上的阴气, 甚至还可以积累福报。 第一件要做的就是扫墓结束后, 当日也应严肃, 不能嘻嘻哈哈, 对于信佛的朋友来说, 扫墓回城, 最好一路持诵心经或大悲咒, 因为听闻持诵大悲咒, 可以灭除累劫重罪障难, 获得一切安乐圆满, 乃至成就无量功德善法, 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, 他在清明结束之后, 就念诵了大悲咒, 整个人的感觉十分清爽, 因为他在扫墓时一直郁郁寡欢, 似乎是因为墓地周围的阴气太重, 情绪就受到了影响, 甚至有时候还会听到有人在叫他, 他觉得不安, 于是他家里信佛的人就说, 念大悲咒可以化解, 没想到真的如此, 第二件事情是清明结祭族扫墓, 为逝去的亲友念阿弥陀佛, 或者做一些善事, 如, 供灯, 礼佛, 诵经, 念佛, 摘僧, 放生, 吃素等, 将功德回向给祖先, 增加他们的福德善缘, 帮助他们转生到善去, 或如愿投生, 第三件事情就是佛教认为, 烧纸钱并不能利益亡者, 只有亡者的亲属, 诵经不失, 念佛等的功德回向亡灵超度亡灵, 才能真正利益亡者, 请广作功德, 念诵不动佛心咒, 或地藏菩萨本愿经, 再者是, 南无阿弥陀佛, 即观音心咒, 回向无始节来累劫父母师长, 六亲眷属即冤亲债主, 素页消除, 适者解脱轮回, 生者平安喜乐, 而具体来看, 这里要超度的亡灵, 就有着以下三种, 其一是往生父母, 往生父母即去世的父母, 佛家重视孝道, 给亡过父母做超度, 一是缅怀父母养育身恩, 二是让父母早日度化, 往生西方极乐, 所谓阴超阳态, 只有让先人离苦得乐了, 我们现世者才能够增上顺缘, 减少为缘, 超度对生者, 亡者利益都很大, 真正是, 名, 养两利, 的功德, 每个佛弟子, 普通人, 都应该经常对往生父母, 亲人进行如法的超度, 供养, 其二是历代宗亲, 我们的历代宗亲, 大多因身前没听闻过佛法, 又造了不少恶业, 大多都转生于散恶道受苦, 即使转生善道, 也因往昔善业鲜少, 福报, 受用微弱, 超度自己姓氏之下一切亡过, 本门中历代宗亲, 可使子孙凡胜, 不受累事劫难之苦, 佛陀开始说, 超度祖先是不能中断的, 每年还是要请出家众位, 他们做超度及布施, 即使他们都已转世, 同生各道, 都能因你的超度获得利益, 相对的你们现实者, 也能得到事业顺利, 和家平安, 其三是冤亲债主, 我们有无数节的冤亲债主, 是指累世以来与我们节下恩, 怨, 亲, 情等因缘, 以及形成了这四种关系的众生, 钱是因, 金是果, 通过正确的超度, 罪业轻者直接升天, 罪业重者重入轮回, 特别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 人们天天为了美味而杀生, 不断制造冤亲债主, 他们是造成我们身体不好, 事业不顺, 家庭不合等等为缘的主要原因, 第四件要做的事情, 就是扫墓回家后, 如敢身心疲劳, 应先洗个澡, 换身衣服, 然后将清明节穿的衣服都要洗干净, 再将衣服晒干, 可以有效地去除阴气, 还有就是一定注意清扫你的鞋子, 同时将鞋子的鞋尖朝理, 这样才能够有效地保护身上的好运, 第五件要做的, 就是在清明节去墓地为仙人扫墓之前, 要先在门边放块红布金或红布条, 扫墓回来进门时, 用它在身上拍扫几下, 可以清除附带回的阴气和不好的东西, 其实按古代习俗, 在进家门之前要跨火盆, 古人认为这样可以驱除阴气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